是小樱桃萝卜和一些黄瓜 黄瓜气囊 我们不要囊 要这个旁边的条 切条 这个呢是提早一个晚上 提早一天来腌 用盐来抓匀 给它出水 好了就放雪柜 早上呢就拿出来冲水 冲干净 冲掉那个盐水 那有什么材料腌制呢 这边呢有一些材料 首先有糖 麻油 醋 这个叫鱼露 还有一些辣椒酱 这个呢 有一些呢 韭菜 葱 还有呢 这个今天我们的小竹脚 是我自己种的 这边是我自己种的 这个叫胡萝卜 还没成熟的 加进去也可以 那好我们来开始 那好我们来开始 然后我们这个呢 首先呢就是把胡萝卜切碎 这是芝加种的 非常甜的 我刚才试过一只一小段 好了就我们取它的叶子 叶子都很香的 就剪进去 将所有的材料 剪进去先 胡萝卜的叶子都很香的 把胡萝卜也放上去 把这个韭菜 韭菜有增添它的 腌菜的发酵 也很香的 小葱 如果你没有这些香料 香的食材 也可以放洋葱或者蒜头 好我们就先腌制呢 我是先先放一点这个 鱼露 再放一点醋 米醋 很随意的 其实 你要甜也可以 要不太甜也行 好了就加一点那个麻油 麻油也是非常好的 我会加多一点西花 我这个辣椒酱是自己腌制的 那有那个有蒜头 跟那个柠檬汁 还有麻油 就就这样 我们搅拌均匀 就这样子腌制它 放雪柜 静止它一天两天 之后呢 你就再用这个瓶子挂呢 洗干净消毒好 就放在瓶子里面 放在雪柜 冷藏 那我们随时可以做这个小腌菜 就是章鱼啊 或者是吃那个粥啊 配粥啊也非常好 简单的 就这样搅拌均匀 这边呢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切少呢 就是韭菜 韭菜是味道好一点的 腌菜的灵魂啊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